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摩西在尼泊山上要做什么? 为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 将用学习生命纪的第32章44到52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摩西很认得儿子约书亚 却将这歌的一切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所谨教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受遵行真律华山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伟业的地上 必因这世日子得以长久 当日 又要吩咐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伊利哥相对 光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伟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 你所登的山上 归你列祖去 像你哥哥亚伦死在荷尔山 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迅的旷野 加低湿热 比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永远地观看 却不能进去 那么我们已经学习了摩西之歌 这首歌本应该是一首提醒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道 他们将要面临的后果的歌曲 这首歌是上帝反对以色列的见证 向以色列表明上帝确实会遵守他的诺言 那么即使我们今天不在摩西的对华之下 这首歌也能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希望我们要顺服基督 如果我们不顺服基督 那么对罪的审判就在我们的面前 也就是在审判的那一天 那么写完这一首歌之后 第四次揭说 摩西河即将成为以色列新领袖的 约书亚在人们的面前讲述的这首歌 摩西去世之前 给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指示 就是他们要小心遵守这一部绿华的所有的秩序 而这首歌会对此有帮助的 绿华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呢 这将是他们的生命 因为服从他会决定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子是否延长 摩西在这本书当中说过了无数次类似的话 这就是遵守绿华对上帝的重要性 他让摩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的指示 这部绿华不仅是建议以色列人遵守 他们是上帝期望以色列人遵守的命令 是的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 他们可以献祭 但以色列人要听从耶和华的话 如果他们这样做 他们就会受到祝福 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做 他们当然会受到诅咒 在第48到52节当中 我们看到上帝对摩西的最后的指示 他发生在摩西教以色列人他的歌的同一天 上帝告诉摩西他要去尼泊山 尼泊山是位于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地 亚巴林山中 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映水之地 之后摩西将会死在尼泊山上 就像他的兄弟亚伦在民宿记当中 早些时候是在河尔山一样 那么为什么摩西只被允许看见这一片的土地 而不是进入他呢 那么在民宿记的第20章1到13节 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 正月间 以色列纯会众到了逊的旷野 就住在加地斯 米利亚死在那里就站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正道说 我们的弟兄 曾死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拧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深处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拧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这地方不好杀种 也没有五花果树 葡萄树 石榴树 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 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 伏伏在地 耶和华的龙光 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拿着站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 发出水来 水就会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取得站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愿站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拧着会众 敬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那么因此 即使说摩西被赦免了这个罪 那么作为惩罚 上帝是不允许摩西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在很多的场合 我们也读到摩西仕途那 耶和华改变主意 但是他没有 然后上帝允许摩西看见了这一片的土地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候加入我们 再见 这个旅行 学习 耶和华云 到时候 你